这件事 虽由贵妃莽撞而起 没答应也交气了些 可你是皇后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就对贤妃起了疑心 朕知道后宫的事物繁杂 但凡事也得持一个公正之心 陈妃是看到没答应的脸 有些吓着了 贤妃又接二连三地 被搅到是非里去 所以才着急了 那些是非是贤妃自己 愿意搅进去的吗 你是朕的皇后 你是中宫 你坐这个位子只能稳 不能急 是陈妃做事毛躁了 不够稳重 以后一定加倍小心 这晚上还有政务要忙 你先回去吧 是 皇后娘娘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请来吧 谢皇后娘娘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 臣妾不佳 眼下实气反复 娘娘又注意淤体啊 天寒地冻 让人心扉车凉啊 长春宫四季长春 恩倦永驻 皇上对娘娘是一片暖心呢 这贵妃毛躁 这贵妃毛躁 轻举妄动 逼得海长在 与贤妃联手 又打了没答应 连累了本宫 说起来也是奇怪 这没答应的脸究竟是怎么回事 奴婢送去的药定然是没有问题的 可若是贤妃与贵妃都没有动手脚 那这事就太过蹊跷了 会不会是没答应自己动的手脚 不会吧 做嫔妃的 谁舍得往自己脸上做文章啊 不管是谁做的 这件事最后就是贤妃与王得礼 从前她做不成嫡父亲 心里不知多怀恨呢 如今想与皇后娘娘分庭抗礼 也说不准啊 这回贤妇宫的事 皇上就对贤妃百般保全 今儿没答应的事 也是一味向着贤妃 但皇后娘娘怕什么 您是嫡妻 又有三公主和二阿哥 您的母族又是妄妒 皇上敬您 重您哪 你这嘴啊 怪不得皇上喜欢你 既然皇后娘娘心欲缩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好 好 原本想见没答应的事 整肃一下后宫 不想 却让皇上 觉得本宫不稳重 也是本宫不好 这胭脂盒 是王公公出宫时得的 特意让我拿给你 这些东西我都有 老是私消受受做什么 你可别再帮那个姓王的弟东西了 拿回去 这连心和赵仪太 在那做什么呢 拿回去 娘娘有所不知 是王亲 托赵仪太给连心送东西来了 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王亲 对连心有益 嗯 这王亲是个可用的 是该好好笼落 可是 他终究不算个男人 否则连心嫁给他 也算是般配 主 李玉来了 李公公 您这是怎么了 没事 怎么不过来啊 贤主 奴才怕给您惹麻烦 怕麻烦 就不叫您来了 过来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来 你要是害羞 那就自己来 在本宫这儿怕什么 卷起来 是 贵了多久 贵了一个时辰的碎瓦片 后来 又贵了一个时辰的 铁链子 为了什么呀 有庄差事 奴才露了几分乖 讨了皇上的喜欢 再加上 又为了您去贤赴宫的事 禀告了皇上 王府总管就不高兴了 这不让他得到机会了吗 就狠狠地罚了一通 哎 哎 哎 贤主 这是云南上贡的 上好的白药粉 止血去医最好补过 贤主御守尊贵 可不能为奴才做这样的事啊 你要是明天 想去御前伺候 就快快地上药 瞧你这好福气 多谢贤主 你不用多谢我 我还要多谢你呢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通报了皇上 我还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天地 那都是奴才应该做的 李玉啊 王亲资历老 位子高 你随随便便在他面前露得聪明 是会害了自己的 巨人之下聪明劲别往外露 尤其上面的人 还是个不容人的 皇上喜欢你聪明 旁人不一定喜欢 大会儿回去的时候 也别漏了怨气 好好奉承着王亲 毕竟还是在他手下当差呢 原来是奴才糊涂了 多谢贤主指点 这药拿回去自己好好擦 伺候他皇上的时候要当心点 晾着一百二十个新眼子 对啊 奴才明白了 那奴才先走了 好 好 好 主儿 你终于可以上心了 能不上心吗 林环套就这样落下来 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王亲这个人 要小心 李玉是个实称人 是 把这个艾草拿去给海长寨 它的伤用得着 是 也许多人 对啊 真的 是的 那啊 是的 是